台北信义区这间餐厅很特别 卖的是风味大不同的陕西菜还有粤菜 因为够味够到地 即便是在永极路美食的一级战区 还是相当受到欢迎 招牌的蒙古酸奶锅 满满的粉嫩猪肉片和稀饱汤汁的丰富配料 汤头香浓滑顺 清爽又不失酸香味 让人回味再三 而这一道避风糖中虾 特色是可以连壳带肉的吃 厚实的虾肉搭配酥脆的外壳 以及香气十足的避风糖酱料 鲜香够味超级下饭 好 菜的功夫真的是独到 非常非常香 而且它的花椒也非常非常香 我想它应该是用绿花椒 不知道它有没有用红花椒 可是烧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好 现在有家人天冷 我们都常常好朋友来这边聚一聚 这样所以很温馨在这里 因为我是不太吃辣的人 但它的东西是我可以一直接受 然后一直吃 明明是平日中午 外头还在下着雨 小馆生意依旧好得不得了 整间餐厅客人做满满 一整锅蒙古酸奶锅豪迈端上桌 铺满满的粉嫩猪肉片 青绿的葱花视觉效果100分 共玩大白菜冻豆腐肥肠 工夫配料吸附了饱满汤汁 不用沾酱就很好吃 配上一口浓郁的酸奶汤头 香浓滑顺 没有过多油脂 清爽又不失酸香味 吃完口齿留香令人回味再三 有些它就是酸会让人觉得 就是不舒服有点刺 然后有点呛那种酸 可是它的酸是 就是比较温和柔顺的 再加上它的 因为我们是酸奶锅 然后它有个奶酱 它加在里面 我觉得反而更调和它的 温存的感觉 这些肉啊 还有它的那个味道 你看上面很少看到很多油 所以我觉得很棒 非常特殊而且非常清爽 汤也没有风味的破甜 这间为在台北永吉路上 专卖陕西菜 粤菜的餐馆 开业四年多 好滋味掳获不少泡汁味蕾 他们口中倒地又鲜美的酸奶汤头 是每天一早老板袁佳祥 进厨房要忙碌的第一件事 汆烫惊喜老母鸡后 再丢入锅熬煮 用那个老母鸡还有龙骨去熬 然后熬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然后还要加一些蔬菜 它的汤头就会变成 有点金黄色的这样子 有了清甜汤底 还得加入酸奶 和陕西料理不可或缺的 灵魂食材 炕头菜 让汤头在乳香中 增添化融点睛的酸 它其实就是一种泡菜 然后像刚刚的酸奶锅的奶 奶就是加工过的奶 然后酸香味是来自于这个 完全都不用调味 也不用加白醋 炕头菜又叫陕北酸泡菜 原家祥自制的炕头菜 是把西洋芹用独特醋汁 和白豆蔻等等香料 腌制五天 烧色后再切片 放入汤锅调味增加香气 吃起来酸香又爽脆 而客人来到这 还会点上一盘陕北麻椒肉 麻椒酱就是用了很多种的香料 然后去炒成辣椒酱这样 炒果 花椒 花椒还要分红袍跟青花椒 软嫩的黑毛五花猪肉片 搭配表面虎皮状炸过的糯米椒 再淋上自制的麻椒酱 和辣籽油 吃一口就能感受到 麻辣的无底香气 肉加它的糯米椒一起 加在一起吃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爽口 而且很好吃 有了下饭配菜 怎么能少了主食 陕西八大怪之一腰带面 它其实面体非常Q弹有劲 然后再加上它特调的酱汁 然后还有加那个 就花椒油跟辣籽油 就是拌在一起吃起来 就是很香 然后可以让人一直吃一直吃 腰带面面相非常豪迈 宽度比腰带还宽 口感带点劲道 拌上自制油泼辣籽 是最经典的口味 不过最让人浑切梦云的滋味 竟是饭后甜点 蒙古炸奶豆腐 它不能翻面 它翻面之后容易破掉 然后要只能从一面 这样一直压一直压 所以它困难是 拌在那个火候要控制得住 不然它边边很容易就烧焦 裹上金黄外衣的炸奶豆腐 撒上雪白糖霜 剥开炸的酥脆的面皮 浓郁的起司内馅牵丝不断 吃起来外皮还在点嚼劲 外甜内咸不腻口相当过瘾 会卖起这些台湾罕见的西北料理 袁家翔的初衷很简单 那时候是因为不爱读书 不读书 那就是我唯一爱做的事情 就是吃东西跟修理摩托车 然后两件事我就选择了这件事 就是满街都有的东西 就不要再做了 然后我就比较专心在这一块 所有厨艺从头学起 袁家翔熬了十几年 终于能独当一面 和马来西亚华侨太太 一起开餐厅圆梦 但怎么都没想过 店刚开 隔年就遇上疫情搅局 要吃也不能出去外面吃 要省一点就自己煮 煮的时候就不要照 我们原本的这样煮 就煮一些乱煮 然后你总会摸索出 你喜欢的味道 然后就变成 反而是变成新菜 袁家翔精益求精的态度 没有停止脚步 为了想致敬爷爷曾开设的餐厅 南北馆这个名字 它有了属于西北方的陕西菜 却少了来自南方的料理 于是决定推出粤菜做结合 意外受到好评 首客必点的就是这道 地风堂中虾 虾子要四十五十的白虾 是蓝钻级的白虾 它这个尺寸会比较扎实 它本级也比较好 会比较好吃的 它跳厂里要把这个须须都剪掉 去被化开的虾子 丢下锅油炸不到五秒钟 便赶紧先捞上来 休息一会儿再次下锅 油炸两次虾可才会输 港式就是这样子 要连着虾壳吃的 然后炸到虾壳反白 才会有效果出来 虾壳反白后 和避风糖一起拌炒 厚实的虾肉搭配酥脆外壳 含香气十足的避风糖 连壳带肉的吃 咸香够味一场下饭 带皮鸡腿肉炸出金红色表皮 再加入四至宫保状质拌炒 鸡肉细饱了三三平均的酱汁 外皮却依旧催口 也让客人爱不适口 袁家祥在厨房里 挥舞着锅产近二十年 对陕西和越式风味料理的坚持 造就了如今 门庭弱势的满满人潮 也足以见证 这美食一级占据的异域风味 已经升至人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